256G 可是实际上使用 它大概只有32G 那就是被骗了 秀出网购上买的记忆卡 气得大骂 上头清楚标示256GB 没想到实际容量大缩水 行车记录器或是我自己一些照片 放一放之后发现 要回头去找以前的东西找不到 这位先生一开始插卡使用 没发现一样又没多久 要找影像档案 才发现记忆卡容量虚报 起初存取的珍贵资料全被复写回不去 要上网投诉卖家竟然也消失 求助无门 毕竟买的时候还是会看一下评价之类的 当时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异装 那只是觉得说可能是有优惠者 回去再找也找不到那个卖家 揪出容量不实的记忆卡 市面上有装置和APP 提供记忆卡检测的功能 实际测试看看 跳出记忆卡标示容量与实际不符的警示 根据调查透过随机抽样检测 各种品牌的记忆卡发现 在台湾市场记忆卡品质不良 占了百分之十三左右 高于日本和美国 其中假容量占了百分之三点四 血素不良占最多逼近百分之十 因为记忆卡对来大家来讲 是最后资料保存的部分 所以真伪这份重要 假卡它可能外观上看起来 就是说它的模糊 假如说是一般的价格的 二分之一以下 或甚至有到十分之一 那种价格非常不合理的价格 那我们可能就要怀疑 3C达人建议 在正规通路选购 因为许多品牌的记忆卡 短则有一年原厂保固 甚至十年完整保固 避免贪小便宜 用到假卡得不偿失 三里新闻 杨超成李文科 台北报道